第十三天,小白的早餐 九點鐘餵 有一天早上餵得早 就吃了幾口,又不吃了 後來九點鐘又餵又吃了 所以餵得晚一點,胃口好 昨天晚上留的半個大的Scoop的 那個乾的貓石都吃了 每天晚上留的貓石都吃了 晚上的時候啊,小白就到那個樓下去玩去了 但是一聽到樓上有聲音,馬上就跑回來 所以晚上人家就到那個下面去探險去了 早晨的時候呢,一叫呢,最Friendly了,最友好了 一叫小白呢,小白喵 今天早上又跑到我的Lap上來了,又跳上來了 可友好了,早上可高興了 胃口可好了,可好了 這是魚 我覺得小白更喜歡這個三文魚 我覺得比那個雞更喜歡 你們都不知道 因為這是它的唇花 有名字的唇花 我先看到雞雞